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女儿叫兜兜 四岁了 我们是四月二 开始从兜兑出的啊 我本身是个骑行爱好者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骑过这一套路 想去重新去找一个当年简单的自己嘛 第二个呢是因为 也想带人去女儿去感受一下这种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去教会她一些东西 然后呢大概每天骑六七十公里 中午我们在路上吃一些东西 一边玩一边走这样子 跟她说的这件事情 爸爸带你去骑车好不好啊 可能会比较久一点去 很远很远的地方哦 她是非常的期待 非常的亢奋 恨不得马上就能出发这样子 我会跟老妹开玩笑说 妈妈骑车骑不动了那怎么办呢 她说坚持啊 坚持不动怎么办 她说再坚持啊 她说坚持一下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 我觉得这就是对她最大的收获 因为小孩子过那个阶段过去就过去了 但是你换拿多少金钱都无法跟人家换去的 所以在她的眼里有爸爸陪着很开心 所以我就希望这么开心能一直给给予她 给予她这些快乐的方面